好 以上说完了现身求愿 再来说 三页清静当生成就 为什么要强调三页清静呢 因为你做到了三页清静 那一切的现身求愿 才能够当生成就 如果做不到 那你跟观世音菩萨之间的感应 就会有所障碍 这并不是哪个来障碍你 而是自己障碍自己 这个三页就是指身口意 在太上感应篇上面 有几句话说得非常的好 吉人与善事善行善 一日有三善 三年天必降之福 凶人与恶事恶行恶 一日有三恶 三年天必降之祸 我们由这段话之中 就可以知道 福报与灾祸 从哪里来 从你平常眼睛所看的东西 从你平常嘴巴讲出来的话 还有我们内心的思考与观念 这个福报与灾祸 就是我们佛法讲的业力 业力怎么有 从身口意而来 然而在身口意当中 带头作怪的是谁呢 就是这个意业 老和尚常告诉我们 你放纵了意业 身口就决定守不好 但是因为凡夫 控制不了自己的意业 所以才教你 先把身口守好就好了 不过实实在在来讲 这个意才是根本 你把意业守好了 身口也就安静了 在经典上说 三业清净 为佛一人 在始法界当中 只有佛陀一个人 是三业清净 就算是邓觉菩萨 都还尚有一分的 无名没有破 那是不是反正 我们凡夫做不到 这个意业清净 那就不要管 这个意业呢 老和尚告诉我们 你在打佛七念佛的时候 有妄想来 你不要理他 他散他的 你念你的 要知道 在打佛七时 横其解决 有妄想一来 马上以佛号来对峙 这是最快的 但是叫你不要去管妄想 并没有说 你就可以放纵自己的意业哦 不是 你就可以 随着自己的颠倒想 东南西北 乌卓拉他 想得没完没了 经典上 佛陀明白地告诉我们 一马莫纵 一个内心 有烦恼 有恶业障的人 他的身口 决定有问题 因为我们的身口造作 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 平常讲 心力不可思议 你想想看 你在说婆世界 几十年的念佛 甚至是临终时的一念十念 只要能够跟 阿弥陀佛感应道交 就马上 能够成就 极乐世界 无量光明 无量寿命的 一正二报 这是不可思议 相对的 你在说婆世界 几十年 甚至一念的逆恶 你也就能够成就 欧比地狱的刀山剑树 或汤炉炭 而寿命也是无量 这也是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意义 太重要了 一念的谜 生死浩然 一念的悟 轮回顿袭 当然要我们凡夫 做到不打妄想 那是不可能的 凡夫就是凡夫嘛 但是 最起码的 你要知道 这个妄想是错误的 你不能够跟着他走 不能够随顺他下去 如果都不去对峙 不去照顾自己的心 那是对自己的生命 不负责任 你都不去对峙 自己的意义 那就不可能 成就真实的功德 甚至你会觉得 我好事也做了不少啊 为什么 我还有这么多痛苦 自己连问题 在哪里都不知道 有毒的网筷 能够装 清净的饮食吗 内心 有烦恼 有业障 三毒烦恼不去除 如何能够成就 清净的功德 不是外表装个样子 嘴巴会说话 可是 内心的因地 目的 彻彻底底都错了 骗得了人 但骗不了鬼啊 不要说 诸佛菩萨老和尚 悉知悉见 就是你旁边的天地鬼神 都看得清清楚楚 诸位 我们不要做那种 只能让人家欣赏 而不能被亲近的人 墨学这样说 是希望大家互相共勉 有这个病的人 要赶快改啊 现在墨学就讲一个故事 来强调三叶清净的重要 在明朝嘉庆年间 有一位原了凡先生 跟他同一个时代 还有一位于静义先生 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于静义宫预造神迹 于静义是他后来改的名字 本来他叫做于良辰 这位于先生 他从小就非常的有才华 学问也很广博 18岁就考中了秀才 看样子 这一生应该会飞黄腾达才对 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年纪越长越大 家里却越来越贫穷 只好以教书来为生 不过这个余先生 他也是有那么一点善根的 所以他与一些好朋友 成立了一个文昌社 所谓文昌社 就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所成立的社团 他们奉行英志文上面的条约 以借饮 放声 习字 还有不说口过 这一些 来作为他们的条约 于先生 虽然这样做了几十年 但是 他40岁之前 参加了七次考试 都名落孙山 生了五个儿子 四个全部都死掉了 只剩下第三个儿子最聪明 可是在八岁的时候也失踪了 生了四个女儿 三个女儿都死掉了 只剩下一个 他的妻子 因为太伤心 哭到眼睛瞎掉了 而且家里越来越贫穷 我们想一想 一个读书人 平常也都做善事 而竟然 遭受到这样子的遭遇 实在也是蛮可怜的 当然于先生 他自己也觉得很不公平 他心想 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 为什么老天爷 给我这么不好的待遇呢 于是他就在 四十岁的那一年 蜡月三十 拜造神的那一天 他就写了一篇书文 表明自己的心意 可是书文写了七年 还是没有结果 到了他四十七岁的除夕那一天 他们家真的是家徒四壁了 那天大家本来应该是团圆的嘛 而他们只能哭坐在客厅 桌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时于先生实在是 非常的气愤 他一直在垂头叹气着 而就在这时 外面有一个人来叩门 一位自称张先生 大概五十几岁的人 来拜访他 张先生说 我听到你在这边垂头丧气 所以特别来安慰你 于先生 于是就请他进来 准备要把自己的遭遇 讲给这个张先生听 结果张先生对他说 你不用再对我说了 你家的事我是非常清楚的 我就是特别为了这件事来找你 这个张先生 其实就是造神的化身 造神一针见血地告诉他 你的义恶太重了 心中的恶念太多了 你十几年来修善事读书 全部都是为了虚名 你每年所写的书文 全部都是一些发牢骚 亵渎上天的话 你这样子 逃避灾祸都来不及了 还想求什么福报呢 于先生听了 有如当头伴鹤 他不解地问道 可是我十几年来 跟这么多人一起成立文昌社 难道都没有功德吗 张先生告诉他 你觉得你没有过错 好吧 那我就说给你听 张先生说 例如放生 你说要放生 可是人家放生 你才跟人家去 人家不做 你也就不做了 你这样子 难道心中有慈悲心吗 而你在外面 却还向人家说 我是仁慈之人 而且在你的家里 厨房中 还有鱼 螃蟹 虾子 这些难道不是生命吗 又好像口过 你的口才很好 常常常讲一些 尖酸 苛薄的话 来讽刺别人 好的也能够把它 讲成坏的 虽然是这样 但你还以为 自己很厚道 还以为自己是个老实人 你这是在骗谁啊 还有邪淫 你虽然没有这样的行为 但是 你有这样的心 看到女色 心中遥遥不能放下 还说自己 终身无邪色 不愧对天地鬼神 你是自己在欺骗自己啊 你每年写的书文 我已经替你送到天上 上天也都派了游福使者 来看你到底做了什么善事 可是 十几年下来 在你身上 完全记不到一件善事 只看到你心中的贪念 嫉妒念 贬籍念 高级悲人念 这些恶念充满你的心 而鬼神都已经帮你 记得清清楚楚了 像你这样 还要求什么福报呢 于敬意 他听了 他认错了 于是拜祷在造神的面前 请造神救他 造神便教导他 要把过去那些不良的恶念 全部铲除 就是一心一意地做善事 不要管人家对你什么想法 不要管人家怎么批评你 只要是善事 你就去做 你只要这样子 三页清静地做 决定会有你想不到的效果的 后来 于敬意便照着造神的话去做 才做了三年 就得到了宰相的提拔 做了近事 而失踪八年的儿子 也找回来了 妻子 失明的眼睛 也恢复了光明 我们想一想 这位于敬意 乃至明朝的元了凡先生 他们只是一个世间人 虽然他们有学佛 但是没有像诸位菩萨 能够回来打佛气 也没有像诸位菩萨 能够亲近 像我们老和尚 这样的大善知识 可是人家有心 才三年 就有这样的感应 就能够转变自己的命运 我们都是佛弟子 为什么不可以 诸位 大家要把自己的心提起来 你要有目标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要转变命运 就从你的内心 开始做起 能够做到三页清静 一切现身求愿 就能够当身成就 我会让你做到一项清静 这就能够做到一项清静